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说要拍剧集 但是因为原因 这个计划就一直只是传闻 而没有实际行动 但是该系列的电影版 可是照常开拍着 从开拍到结束 就一直深受人们的议论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传军的剧演和几次Diss这部作品开始 最开始在新剧的录演宣传的时候 就有大学生问到这类事情 王传军直接就告诉大学生 这部剧多是抄袭 建议不要去看 第二次就是因为现在大火后 记者采访的时候 当然会提到他曾经的出名作品 王传军也是直言表示 自己已经从关谷这个角色和那部戏走出来了 再加上后期电视剧广告的大量植入 所以他拒绝了电影版的出演 对于他这样的行为 也有不少人批评他背信弃义 因为两部电影的播映和拍摄期是有重合的 对比起来徐征的流量和影响力比较大 所以他才放弃了这篇 也有些理性的人 觉得他敢于说真话 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而且演技不错 是个好演员 至于王传军本人真实如何 他好像对于那些评价并不在意 其实客观来看 这部电视剧抄袭和植入广告的成分确实相对较多 但是对比纯商业片来说 其实也还好 毕竟剧情需要像方便面等日常用品的广告 植入并不影响观影效果 而且他带给观众的欢乐也是真实的 对于电视节目是否应该接广告这个问题 主演的陈鹤在一个新节目里做出来证明的回答 本身只是他和月云鹏斗了 无意间提到了这个问题 也是很直接的回答 没广告你养我 这简单的七个字说出来广告在电视作品中的作用 因为说的是实话 所以很多网友也是表示很支持的